歡迎收看有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介紹這個方程式的根與系數 其實這個章節的名稱我們會在高中再看到一次 但是其實在國中就會有類似的問題出來了 而且我希望學生到高中的時候已經非常懂這個道理了 而不是第一次聽過而已 所以我們在國中就要先教一下 什麼是根呢 如果前面幾集的話大家有聽的話 所謂根就是解出方程式的解 那什麼叫做方程式的解呢 就是可以讓那個方程式等號成立的時候的x的值 有點老實 不過應該知道在講什麼 那如果有一個二元一次方程式 這個二元一次方程式叫做x平方加bx加c 他解出來的兩根是α和β的話 這樣子的話呢我們可以透過一個方式來去推論他的根與系數的關係 就是這個 既然他解出來是α跟β 那我們可以想像 就是說如果我可以把這個東西 ax平方加bx加c做音式分解 分解出來是不是會變這樣 然後他才會是 那個α跟β的兩根 對不對 那這個α跟β的兩根原本是這樣子 後來變這樣 這中間是什麼變過來的呢 所以想一想 我們如果把這個 這個式子展開來 x平方 然後-αx 然後-βx 然後-βx 然後-αβ 是變這一條 要注意一下這個 跟我們之前在去推論十字交乘法的時候有一點點差別 因為我們之前推論十字交乘法的時候 這邊我們是用x加加 x加以 所以我們後來推論出來 x加以 所以我們後來推論出來說把它展開來的話 x平方加 加加以 x加加乘以 我們說這個常數項是 就是兩根 不是兩根 常數項是這個甲跟以乘起來 然後這邊是甲跟以加起來 這樣子 可是在這邊呢 因為我們是 因為你這樣子你解出來的兩根不是甲跟以 你解出來的兩根會 x加加等於0 x等於負甲 x加以等於0 x等於負以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解出來的兩根是負甲和負以 那如果今天我講解出來的兩根是α跟β的話 那麼原本應該是 就是你的這個 因式分解分解出來應該是x-α和x-β 所以展開出來的時候跟這裡有點差別 它就差在這個 x項的係數 它是負的這個是正的 就這樣差一點點 那因為y這個常數項的部分 因為會負負得正 所以兩個都是正的 所以說這邊已經變成x平方-x加常數了嗎 跟這裡已經很像了 那差在哪裡了 其實就差在這個x平方的係數 這個x平方係數是1 這個x平方係數是a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我可以把這個乘下來 同乘A或者是我從這邊 我們去想像我要解這個方乘4 然後我要做直因素分解的 不是直因素分解 我要做這個因式分解法來解這個方乘4的時候 我們一般都習慣把這個一次4 看可不可以變 看可不可以約掉還會讓係數是整數 所以我們會把這裡約掉 所以如果你同除A的話呢 它會變成x平方加a分之bx加a分之c等於0 可以嗎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我們就會發現 負的α加β 就等於a分之b 這個αβ跟a和b分一下 α是長這樣 β長這樣 好然後這個 常數這邊是α乘以β 就會等於這個常數是a分之c 就是說一次4的係數等於一次4的係數 長數等於長數 就這兩條應該是同一個嘛 所以從這裡變成這樣子 然後這個因為就是這個 所以才可以解出這樣子 所以兩根才會是αβ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 如果你有一個方乘4 x平方加bx加c等於0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根與係數的關係 我們把這個符號乘過去 裡面這個α加β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兩根核 兩根加起來 就是-a分之b 我的這個筆記這裡少一個負 不是少一個負 它這個打字的時候黏在一起 那兩根基 是α乘β是a分之c 這樣子 那把這個抄在你的筆記本上面 然後想一想 那不過在目前為止 我們就是稍微講一下 等一下我們來練習的時候呢 使用的是比較簡單的一種模式 所以我們可以先從這個簡單的應用入手 不會搞得好像一大堆代號 這樣比較麻煩 那如果還沒抄好的話 按一下暫停 把它這個陸陸續續的抄上去 你的筆記 來看一下例子 如果原式x平方向係數是1 這樣子這個時候會怎麼樣呢 這個就是我們說我們 在今天來練習 應用的是比較簡單的模式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我x平方向係數就是1了 那我這邊就是x平方加bx加c的規定 那對照剛才這個x平方就是我從1四分解展開過來的這個x平方 減掉α加bx加α乘bx 那對照剛才你就會發現其實我的常數向就是2根乘起來 如果在我已經x平方係數都是1的情況下 我常數向就是2根乘起來 然後我的一次向就是 這兩根負的 這兩根合起來的負的 或者說負的兩根合起來這樣子 那這其實就不難想像嘛 我們實際上舉例子 來看這一題 小明跟小華同解了一題 二元一次方乘4 他的x平方向係數是1 那小明只看錯一次是 解出來的是負6和4 小華看錯的是常數解出來的是2跟3 那請問那一題正確的答案是什麼 這題其實我們有一個基本的做法 就是在如果你還不熟悉剛才教的這種想法之前 先介紹大家一個基本的做法 就是真的把這兩個方程式找出來 如果他x平方向係數是1 解出來2根是x 是負6和4 是負6和4的話 所以原本這一條方程式 他應該是由x加6 這樣 等於0嗎 這樣子這樣 這個等於0 這個等號會成立 對不對 然後這個等於0的時候 x就是負6 所以另外一個就是x-4 這樣x等於4的時候 這個等於0等號會成立 所以 這樣子就是 他解出兩根是負6和4的時候 原本這個x長的樣子 然後我們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是x平方加2x-24等於0 就是那條式子 但是我們還要檢查這件事情 就是x平方向係數 是1 沒有錯 如果他不是1的話 我們就要去同乘或同除 這樣我解出來了 可是他說什麼 他說 小明看錯一次是 哇 所以呢 其實這是錯的喔 這個地方是錯的喔 所以這個方程式 它應該是什麼呢 它應該是x平方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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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24 等於0 對不對 他的這個一次是 他的這個一次是 加2x的這個部分是錯的喔 再來看後面 小滑看錯常數解出來是2跟3 那解出來是2跟3的話 所以原本的這個式子應該是 x-2 x-3嘛 等於0 所以他展開來的時候 是x平方-5x 加6等於0 可是呢 他說這個係數是一次的 所以沒有錯 這個題目說 這個係數是一次的 所以這邊也一樣 不用再乘 可是呢 小滑看錯了常數 小滑看錯了常數 所以這邊是錯的喔 那所以從小滑看錯常數這一點 我們可以知道這條方程式應該是 x平方-5x...等於0 對不對 那所以綜合以上兩點 我們就可以知道 怎麼樣 這條方程式其實是 x平方-5x-24 等於0 那x平方-5x-24等於0 利用這一題再來練習一下 14教程 怎麼樣 他可以拆出來兩根嘛 所以兩根 乘起來是24 然後因為常數項是負的嘛 所以到時候這兩根會一正一負 那也就是說 他們到時候一次項是相消 相消完之後是5 然後是負5 所以是負的比較大 拿兩個數字乘起來是24 而且對減完是5 8跟3 對因為不難找 就講出來 8跟3然後因為是負5 所以負的比較大 所以這兩根其實是x-8 x加3 等於0 所以這兩根其實是8和負3 可以嗎 那這個是這一題的做法 那用我們剛才推論出來的結果來解這一題 然後在我做之前我要先提醒大家 就是說這不是一種特殊特別的算法 而是就是把我們剛才整個計算的流程比較簡化 用一些我們已經知道的原理 可以不用寫那麼多不用想那麼麻煩 一些不用的東西就不用想了 小明看錯一次次 也就是說我只需要去解出他的常數 所以常數的部分是OK的嘛 那常數的部分是OK的話 所以透過這件事情我們知道常數的部分是多少 這兩個乘起來嘛 所以是-24 對不對 然後來小華看錯常數 小華看錯常數所以一次的部分是多少 那附帶一題 這個二次的時候題目已經講了 二次的係數是1 那麼一次的係數是多少呢 他看錯常數所以一次的係數是這兩個 加起來代負號 所以是2加3是5的-5 這樣我事實就解出來 然後十字教程剛剛做過了 4加3 4加3 4加8 8 等於0 所以x等於8負負的3 這樣是就解完了 那就是說利用根與係數來看這樣子的問題可以快一點 那我們的目的不是為了快一點 而是為了就是利用這樣子的問題 讓自己更熟悉 跟和係數的關係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上一次 之前留下來的作業 來我們來看一下上次的作業 這個求解下列各式 有兩個數乘起來是51 那因為這裡是正的 正的這兩個數是合起來 20 而且都是-復才會得證 所以同號然後都是負的 然後乘起來51合起來20 那因為51這個數字實在是很少 它的因素很少 所以如果有稍微 我們之前在列數字表的時候 有留意到的話 51是3跟17 所以這題很簡單 求解下列各式 X-3和X-17等於0 所以x等于3 over 17 OK 下底 两个数字乘起来是105 然后常数项是负的 所以他们一定是对销 对销完之后是8 而且正的那个比较大 所以这边是正的 这样有懂吗 就是这个 我在处理这个十字教程的时候 那我们以 在一次 二次四次一的这个情况下去 处理十字教程的时候 我们用这样子去分析就可以了 你不一定要写那个叉叉啦 那哪两个数字乘起来是105呢 这个好像有点难 可是仔细想一想 仔细想一想 他们对销完的时候 还剩的只有8 所以其实两个数字也没有差太远 没有差太远 所以很接近中间 有点接近中间 那这个105的话 它其实是3跟5跟7 3跟5跟7 所以它可以配出来的因素也不多 你看这个就是 考验一下你们对于 我这一张作业出的这几个强数 都是比较特别的数字 考验一下你们对这个数字 还没有熟悉度 所以其实3跟5跟7呢 要不然就3跟5成 15和7 其实就是了 这样就差8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3跟7成11和5嘛 要不然就是5跟7成 3和35 要不然就105嘛 所以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 15和7啊 15和7对销 因为常数向这也是负的 所以是对销 对销完之后是8 然后正的那个比较大 所以是X加15X减7等于0 所以X等于-15或7 对吗 然后下面X平方加46 64-1001 好 那这样子的话是怎么样呢 这个1001是7乘11乘13 7乘11乘13 这个地方是负的 所以也是相消 相消完之后是64 有没有看出来 其实就是77和13 所以X加77 X减13等于0 所以X等于-77和13 来 有两个数乘起来是512 然后加起来是16 那这两个数是多少呢 哦 这个就有点 不是加起来 因为是负的 所以是相消 相消之后剩16 这就有点难 这有点难 就要去找 那么这个 但是呢 如果你抓到这个诀窍 就是说16对512来说 算大还是小 那512是什么呢 512是2的9次 那 他再乘2的话是2的10次 1024 1024是32平方 所以你可以去找找看 我要怎么让他两个数乘起来是X16 然后 乘起来是512 然后这两个数X16 你可以抓到这个逻辑去找 我有说你如果 一开始 比如说你不知道嘛 一开始1 512 这一定不可能 怎么样 就再靠近一点 你要抓的再靠近一点的话 比如说 其实最靠近是多少 最靠近的时候就是16和32了 就是16跟32 那其实最靠近的这一组就是 16跟32 然后最后是正的 所以他是X-16和X加32 乘起来等于 所以X是-32和16 可以吗 这是这一题 快 来看一下 刚才这个 都是比较特别的数字 现在来看一下 有一点点复杂的数字 210 210 有很多乘法 可以乘出210 那他到底是怎么样呢 怎么产生的210 这两个数字乘起来210 然后因为这边是负的 所以是相消 相消完之后是1 1 210的话可以是7和30 不可能 对不对 所以要再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的话 比如说10和21 也还不到 还要再更近一点 对不对 还要再更近一点的话呢 这边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分了 所以我 比如说我把2给他 把3给他 他还有一个是15跟14 哦 中了 对不对 你知道我刚才在做什么吧 就是说这个10他不是有2跟5吗 这个21不是有3和7吗 所以我把10的这个2乘以5和这个21的3乘以7 我把这个给他 把这个给他 那这样子就会保出14和15 好这样子 那这样就找到了 找到了 所以这个相消是正1 所以x加15 x-14 等于0 x等于-15 或正14 然后来看我们上次有这一题作业 那可不可以用刚才的方式来做做看呢 试着想一想 可不可以用刚才的方式来做呢 这一题 按个暂停 算一算看 好那我们很快的来解这一题 这个如果你们刚才有按暂停把它算出来的话 小明小华要解的这一题x平方向系数是1嘛 那他解出来两根是2跟3 他小明看错的是一次式 所以小明提供正确的是常数 对不对 所以常数是什么 常数是2乘以3是6 小华看错的是常数 所以他提供的是一次式 所以一次的 这个系数是3加4的负号 所以是负7 二次的 是1 所以他是x平方-7x加6等于0 x-1 x-6等于0 所以x等于1或6 这是这一题 很简单吗 那这是我们这次的作业了 这一张 两题 下面这一题想想看 如果有没有一个整数c 可以使得这个式子有整数减 但是如果我把它看成是x平方-bx-c 结果也有整数解 那有没有这样子呢 比如说我这里举一个例子 x平方-5x加6等于0 它有整数解 这两个整数解是-2-3 23 那如果我解到的是x平方-5x-6 那这样子结果它也有整数解 那它的整数解是-6 所以是6和-1 6和-1 那这样子的话 在30之内除了6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 可不可以找看看 很有趣吧 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